代表美國的選手 他是中國裔的選手張圓圓 Caroline Jung 這個天才型的小選手 今年才13歲 身高只有145公分 對 他真的有很多天分 他最好的長處就是他可以旋轉的動作 也是他的獻翅舞步 獻翅舞步 這就是一個三圈的Lutz 他在那裡 就是想做一個三圈的Lutz 兩圈的Toe 所以我很可能想他 等一下就會再擺進去他的 Program裡面 所以很可能我們會看到 就擺在這裡 所以這是一個三圈的Flip 到兩圈的Toe 兩圈的Lutz 他就擺在這裡 所以這是他最... 長處的地方就是他可以旋轉的動作 也是這個就是他的... 三圈的Lutz 這是我最喜歡他做的動作 就是他的眼翅舞步 就是他的眼翅舞步 將他的大勢與他 wil gird flower 他可以把他的水擺得非常高 在空中裏 되 这是非常难 因为他翘完的时候 他把他的手就摆在头巾上 看他可以觉得的时候 他会比较快一点 他旋转的时候就会快一点 他转的速度会快一点 自己都非常满意 最后这个动作定住之后 他还说yes 这个张元元真的是非常有天分的花式滑冰的好手 在各项的表现都是超乎他年龄的好 他的年纪还是很轻 但是他已经有很好的艺术感 看来冠军飞他莫属了 张元元的确是表现相当的不错 看这个台北战的总分有没有办法超越上一次 他在墨西哥是拿到冠军 而且是得到总分是162.43的高分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拿这么高的高分 因为我没有在墨西哥看他溜 但是我看过他溜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比今天溜的比较好一点 但是今天还是已经溜了很好的 但是今天还是已经溜了很好的 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来看他的精彩重播 我们来看他的精彩重播 又快又稳 我们看这个腿举得非常的开 几乎是成一直线 而且是举得非常高 非常的久 他练起的时候也是他的技术是很稳定 好 现在准备来公布他的分数 技术分拿到了59.65分 分数一出来了 全场一片惊呼 看他不会拿到 得到这个腿举 技术表现45.41 所以他的技术部分还是比较 更获得裁判的一个认同 105.06的总分 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一次台北战可以稳坐第一了 可是因为他拿了第一在这里